今晚的依资个股推介是领展823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 简选原因是大市维持足底架局 港股业绩成为市场关注重点 股份可以关注收息股领展 马领展日前公布业绩收入 按年增加大约1成1 到67亿3千万 主要受为新收购新加坡资产贡献 和香港市场稳健表现 由于5公1公股扩大基金单位基数 期内每基金单位分派 比起上年同期减少超过1成6 若果以公股之后相同的基金单位基数计 每基金单位分派增加0.4% 原商花旗认为领展的资产组合有印象 在美联储利率接近见顶之下 相信在2024财年 每基金单位分派将会见底 同时领展也提及会适时进行回购 策略上 领展昨天收到39.5 如期受到息口见顶 预期所利好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预测现价 2024财年 预测息率6.6厘 若果息率达到7厘 基金价格需要回落到37.2 投资者可以作为入市参考 给膝盖 预期权 婚 无机权 加里 超重 高